连池大师借杀放声闻白话闻 世间的人吃肉 认为是理所当然 于是任意杀生 积了很多怨业 世代相传 相互效仿 竟成为一种露俗而不自以为非 没想到此 我都痛哭流涕而深深叹息 从他的迷雾偏执来看 略有七条 列句如下 凡有知觉的生命必然同体 人们吃肉是一大怪事 然而不以为怪的人 是由于其家族世代相传而习以为常 又因为相邻间相互效仿而成为一种露俗 如果现在发生了人吃人肉的事 大家一定非常震惊 迫切要求严惩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不习惯 而吃其他动物的肉习惯了 就认为是正常 这就是我痛哭流涕而深深叹息的原因所在 在此告诫善众 一 生日不应杀生 父母生养我们劳累一生 孝敬父母是我们做人的基本道德 我们这个身体诞生的那一刻 正是父母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之时 这一天正应该戒杀持债 光行善事 这样才能是以故父母往生善道 见在双亲增幅严寿 如果我们杀害生灵 尚给双亲留下祸患 下也不利于自己及子孙 种杀也得杀暴 当戒之 二 生子不应该杀生 凡人无子便感到悲哀 有子便感到快乐 这是人之常情 动物界也如此 庆祝我的子女诞生 而杀害他们的子女 于心何人 婴儿刚刚出生 不去为他们积得造福 反去杀生造业 不是太愚蠢了吗 三 祭祀祖先不应该杀生 在祖先的忌日以及春秋祭扫时 都应戒杀 用杀生去祭奠亡灵 是在增添死者得罪业啊 即使山珍还未一样一样的摆上 一股又怎能起来享用呢 有智慧的人是不会这样去做的 待血的婚时未必珍贵 果书素食未必不好 作为后代 重要的是慎修自身 而不致断了祖宗的德性 这就是最好的祭祀啊 四 婚礼不应该杀生 世间的婚礼 从问明到采纳直至成婚 不知道要杀害多少生灵 结婚是延续下一代的开始 在生的开始时去做杀害生命的事 这在道德伦理上是相违背的 再说 婚礼是机理 在继日而动凶杀 不是太悲惨而不吉利吗 凡人结婚 一定愿意白头到老 你愿偕老 禽兽也是如此 嫁女的人家 三天不惜灭红蜡烛 是因为父母思念出嫁离别的女儿 你以骨肉相离为苦 难道秦寿凡以骨肉相离为乐吗 五燕请宾客不应该杀生 在美好的时光里 贤德的主人 高尚的宾棚 以塑食菜羹来招待 不也挺清爽雅致吗 何必杀害许多的生命 穷极奢侈 而秦寿却在在歌中 哀鸣悲好于真板几岸之上 若是知道盘中的食物 是从真板几岸的哀怨号叫中来 以他的极苦为我的极乐 你还能厌得下去吗 能不为之悲哀吗 六 祈祷不应该杀生 世人有了病 往往杀生祭神 祈求保佑 可你想一想 杀他命以言我命 背离天理的事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正直的人 才能成为神 神难道会逊私吗 结果是 自己的生命没有得到延长 而杀也却加重了 杀生者短命 真是背道而驰啊 过多 过甚 过烂的祭神祈祷 如杀生求子 杀生求官 杀生求财等等 即使得了子 得了官 得了财 也是你自己前生的福报 是分内的事 与鬼神无关 如果因此而相信鬼神灵验 对鬼神深信不疑 那么 邪之邪见会更加严重 以致不可救药 实在是可悲呀 七 谋生不应该杀生 是人为了衣食生计 或从事打猎 或从事捕鱼 或做屠夫 而以我看来 不干这些行业 也一样可以生存 残杀众生 必将受到神明的惩罚 以致遭受盼祸而亡 而种种杀业所造成的 地狱深层因果 将是来生受到恶暴的根源 何苦不去谋求别的生计呢 我曾经亲眼见到一个 专门杀羊的屠夫 在他临死时 口中像羊一样的咩咩叫着 还有一个卖善鱼的人 临死前 他的头像是被善鱼啃过一样 留下齿痕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我的邻居身上 并非传说 因此我奉劝世人 若是没有合适正当的生计 宁可去要饭 也不要去造杀业 与其杀生苟活 不如饥饿而死 爱 不可不戒杀啊 不可不尽 爹 está